六福村沸沸脱逃 雨波荡漾 北台湾又传出多气 王侯出没 他要拔镜子啊 他有蜂蜂蜂 Oh my god 轿车停在停车阁 遇上猴子恶搞 爬到后照镜狂照 仿佛欣赏自己帅气英姿 接着双手猛力拔亚拔 零件直接断成两截 拔镜子吗 是啊 是一只猴子 真的也蛮倒霉的 连假出游来到新竹飞凤山喝咖啡 游客遇上破猴大搞破坏 百万兵士后照镜毁损 维修费可不便宜 当下是还蛮傻眼的 然后想说 蛤 那应该是人为的吧 没有想说会是猴子造成的 蛮心痛的 然后赶快跑去车子那边看 至少一定是上万块 我有看了心在堂血 嘲碰猴子照镜子 想每天早上被自己帅行吗 好贵的郊油 直呼车主倒霉 遇上猴王 新北中和同样也有猴王逛大街 把屋顶当自家游乐场 狂晒日光玉 或许是民众大拜拜 水果饼干吸引 野猴献身社区已将广播 大家提高警觉 猴子亡了啦 住在这边已经六十几年了 才第一次看到 东宝处紧急派员诱捕 呼吁民众不喂养流浪动物 垃圾桶记得上锁 必要是可用鞭炮犬只驱离猴子 头一回巨大猴献宗 虽然住户嘖生起 也不免担心破猴撒野伤人 记者和孟倩姚立强陆雨昕 猜不到